我們現在要開始測出速 這是M80 打三發局平均 開始囉 好 等一下要讓我 OK打 好等一下 讓我讀一下 2559 好 2556 OK 2524 好OK 再來呢是16吋的M855綠頭彈 這是PMC的 2856 沒測到 再 再一個 2844 OK 你要等它恢復到這樣 好再一個 2825 OK 最後那一發把它退出來了 好 這是 抗彈板國軍工發的防衛等級 NIJ三級 製造廠 預備局205廠 製造日期是109年 那我們現在把它裝進去那個 背器裡面 那因為有一些網友說想要測那個 抗凹陷的能力嘛 所以我們就買了一塊 很大的黏品 OK 然後這邊有另外一台 相機會記錄等一下可能凹陷的狀況 然後它可以測慢動作對不對 沒有 因為我想說年度就沒有拍 OKOK 好 沒差 對對對 好 希望我們沒有加入 好 OK 真槍實彈的 第一發 雖然不是Live 但是 這結果可能會讓很多人高興 很多人失望 OK 我們第一發打的是 SKAR 16吋 打的是M80彈藥 好 再一次 那剛剛有測速了 測速結果也在旁邊 OK OK 好 那再拉一次 嗯 再拉一次吧 你就拉到後面然後直接放掉就可以了 OK 嗯 沒事沒事 好沒關係 好 嗯 現在就是M80彈藥 打國軍 205場抗戰板第一發 先打左上吧 蛤 先打左上 要打左上嗎 對 左上 我盡量就好 沒關係 就偏左上一點就可以 有吧 應該有中 就是那個角落嘛 對 好 那你先 那我們就直接打囉 好 OK 哇 等一下 我們去看一下 好像有擋住喔 好像有擋住喔 嗎 沒有 剛打到右邊 這裡 這裡 來 呵呵呵 OK 看起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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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起來是沒有破 看起來是純粹的 凹陷 對 但如果穿著的話 肋骨斷光了 如果穿著的話 這樣才會是我 到我第二個指節 對 第二個指節 回去 給各位量一下 OK 好 那這是M80彈藥 這是M80 好 那我們再來 接下來 打 5.56 5.56 那個把它翻一下 好翻面 好 換這面好了 好 等一下我就盡量打這個位置 對 可以 OK 這是5.56 16吋槍管 16吋 對 然後打的是 呃 先打 N N855彈藥 用的是X95 16吋槍管 OK嗎 OK 好 還有第一發 好 等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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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我們在這裡 是在左側 在這裡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背後 來 打穿了 打穿了 好 我把背心拿起來 等一下等一下 稍微一下 好 OK 我背心拿起來 好 打穿了 我們先看一下 沿途 欸咻 OK 先生們 基本上 OK OK 我覺得 放著就好 放著就好 但我覺得坦白講 慘不忍睹 你看 Jesus 非常深喔 而且你看 它在裡面的那個行李 後面還穿過去 後面穿過去嗎 後面穿過去嗎 後面有 對 有 呃 觸膠套有 破了破 可能是邊邊一點 破了破了破了 但是對就是穿了 對 把它放倒 OK 穿了 來 不要 看位置 OK 小心 一個大洞 你要再給它加軟板一次機會嗎 對 哈哈 可以打加軟板試試看 加軟板給它一次機會 這是你如果是正面穿著 被打到 762X51 OK 是 是沒有穿沒錯 拋線但是沒有穿 但如果是556的話 就是855彈藥 直接穿 然後而且會在 裡面 應該是有翻滾 對 OK 你要不要把它拿出來 我們看一下板子 好 我們來看看板子 OK 正面 entry後 這個是 右邊是762.51 762.51 左邊是N855 N855 好我們翻面 翻 762 嘿嘿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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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我再那個修掉 好 OK 左邊 762 然後這是N855 直接穿 完全沒有擋住 連翻滾都沒有喔 它就是一個很直的孔 對 好我們看側面 OK 對 好 那我們等一下再給 這不是國軍標準的裝備啦 人家說這是鞋防板啦 就是 就是要再加軟板 才可以再一次 那我們就再一次用 嗯 嗯 就坦白講它可能可以接受的只剩下 這個位置跟下面 對 所以我盡量就 這樣打 OK 好不好 好 OK 那我們來用軟板 我去拿軟板 那這邊就先暫停了 OK 好 那因為硬板是鞋防板嘛 所以照 一些國軍弟兄的說法是 就是還要加軟板才會達到這個效果 那我們就 物盡其用 這一塊 這個 應該是跟 109年同一批的 軟板 那我們就把它放在一起再測一次 一樣 18855跟18762 對 85就好 對 752沒有過 對 752沒有過 對 752不算有過 不算有過 好 但這蠻有挑戰 因為 我們能打的範圍只剩下 這兩 那按照他們的 說法是 前面要先放軟板 對 後面再放硬板 前面先放軟板 對 硬板要在軟板的後面 這樣好像是蠻有 道理的啦 應該吧 呵呵 我們就 好 我們就 我們就 就這樣放吧 對 那按照他們的 前面要先放軟板 好 後面再放硬板 有點難塞 因為它已經有形變了 對 那軟板的後面吧 好 還是勉強塞進去的 好 那 因為我們的黏土 現在有點慘 我們再把它 整理一下 塞一個面 然後翻 要翻哪一面呢 可以把它 就是 upside down 因為你等一下是要打 左上 盡量 盡量 因為我要盡量打這一側 好 所以這一側看起來是完整的 對 好 那我就盡量 打在 呃 然後翻 翻 可能要打在 打在這個位置 打在這個位置 OK OK 好 今天我要盡量打這一側 好 因為這一側看起來是完整的 那我們盡量 打在那邊 一樣是 85 對 85 同一個彈甲 剛側速的都沒有換過 然後一樣是 16吋的 對 槍管 好 限量打在同一個位置 在左下的感覺 對 有點近 對 很近 那 喔 這裡太軟了 對 好吧 移出來 那你就往右邊 我來囉 一點幫助都沒有 可能是距離太近 還是怎麼樣不知道 對 當然有可能是因為第一發 然後跟第一發太近 對 太近了 我們等一下直播的時候會打 另外一塊 對 我們就試試看 對 但 不管怎樣就是說 假設第二發彈軸跟第一發彈軸很近的話 因為剛剛這是我們第一發 只有硬板嘛 對 的位置在這裡 這是第二發 打 軟板加硬板 那我們來看黏土的狀況 打穿了 一樣打穿了 有 兩三公分 左右 可以幫我指一下 這是第一發 的位置 沒有斜防板 這個是有斜防板 就是有加軟板的 第二發 一樣打穿了 那我們來看黏土的狀況 彈頭是睡在裡面的 好 有沒有看到 我把他拿出來好不好 有沒有 有沒有 這樣拍到 拍到嗎 有拍到 有彈頭睡在裡面 彈頭睡在裡面 嗯 OK 就基本上 有這個空腔 沒有效果 這個就是瞬間空腔啦 就這麼大 對 OK 好 那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板子 板板有沒有3A吧 這樣193也不用測了 就是 來 正面 entry hole 正面 背面出來 OK 好 那看一下 對 有斜綁板幫忙擋的 有稍微讓它翻 有讓 稍微讓它 停下來 因為它的孔零又比較大 它有點像是尾巴晃動了一下 對 然後 呃 第二發是在比較下方這一發嘛 對 好所以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它有彈片殘留在裡面 彈頭睡片在裡面 看得到嗎 你要這樣子 你要我要從上面往下拍 從上往下拍好 批號給注意一下 沒有你在那個 可能眼睛可能我不確定看不到 有沒有 蛋片睡在裡面 噢 OK 所以 呃 有好一點 有好一點 它 對 有一些 有一些碎裂 對 所以有好一點 但是從 凹陷的程度來說 就差不多 就基本上差不多 反正就穿透了凹陷也沒有關係 對 沒有意義了 那有一些蛋片會留在 呃 然後 這個 硬板裡面 對 剛黏土直放的 你開始錄了嗎 有 就剛黏土直放的已經 就是都打穿了 然後我們板子還OK的位置大概在這裡 所以我們會把它倒過來 等一下希望能夠打在這裡 那測試一下看 呃 有沒有穿透 還有凹陷的狀況 這樣 好 就這樣 這一次是打 打M193 打M193 要是M193 也穿了 我們就打 762x39 好 就是我們比較 舊式的 5.56彈藥 是 追甲 對 好 M193 等一下 那我們把它拍完 就是 M193 就是最初期的 5.56彈藥的規格 那我們一樣來打 呃 現在就是 軟板加硬板的組合 好 放我往左邊站一點 可以嗎 OK 好了 好 哇 我覺得 不妙 呵呵 我覺得 看這個島的狀況 有擋住的話 它會是 晃一下而已 哇 哇 我可能 但是我起碼不是搞弄桌子嗎 對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非常接近桌子的邊緣了 欸 稍等一下 快擋下來了 稍等一下 來 Entry 在 在這裡 等一下 在上面 也就是我們剛剛的 下面 下面 好 後面的凹陷的狀況 來 看 可以喔 可以喔 193有擋住喔 193有擋住喔 看板子 還不錯 還不錯 這樣還算不錯嗎 還行啦 對 終於 找到一點小確幸了嗎 OK OK 等一下 OK 這是193的Entry 193的Entry 但是這是軟硬的喔 我們先看硬板 來 後面的凹陷的狀況 OK 哇 一個拳頭 一個拳頭 那我們看上面 所以打在這個胸骨的位置 幫我看那個側面 看側面 好看側面 轉過來 這樣 好 這是193的凹陷 然後這是 這是Entry 這邊是Entry 對 然後它沒有打穿 轉過來一點點 好 Entry 然後在這邊被擋下來 我還摸得到 硬硬的 不會這應該是板子本身的材質 OK 可以看一下裡面 看不到東西 好 那我們把軟板拿出來 應該是穿過去 軟板是安 這是有穿還是沒穿 有啊有穿 軟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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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前面 對對對 這是外面 它先幫這個硬板擋了 這是第一層 好來 然後第二 在這裡 OK OK 好 那我們來看 這個 黏土 哇 好 就這樣子 小小的 跟762的比起來好 非常多 非常的淺 非常的淺 大概 不到一個指節 半個指節吧 對 半個指節的深 OK 好啦 那我們現在怎麼樣 拿來打762 陳三九 好試看看 一樣的位置 都帶來了 還是要打一下吧 對啊 好我們來看 沒有現在就直接打一個762層 就是M80的彈藥嘛 對現在是 因為我們M80的彈藥沒有打 沒有打穿硬板 沒有打穿硬板 只有凹陷 那我們現在看看軟板加硬板的 效果如何 OK 好 但我覺得這把很難打 因為 打的位置很有限 好 好 自然不要打到桌子 不盡其用啦 打到桌子就 呵呵 就再買一張 呵呵 來 好 好 這個是我們 是你的頻道 很最重本的計畫 對 但可是最重本的沒有 今天沒有來 真的 可是最重本的 我們 之後補上一個 好 好 來 呵呵 好 看看吧 我不知道打到哪裏去 喔 蠻下面的 是嗎 打到哪裏去 這個嗎 是這個嗎 不是 這個 這兩個是56 這兩個是56 這個嗎 就他嗎 對 就他 這打在正下方 打在正下方 OK OK 好 看吧 剛剛我們已經知道硬板是會倒下來 Holy shit 我覺得好像並沒有太大的幫助耶 不過可能是因為它已經有點空間了 所以它看起來正那個 嗯 嗯 而且它還破掉啦 對 主要是它還破掉 上面剛剛這個 反而沒有破 反而沒有破 好 沒關係我們 先打在裡面看好了 對 我們先 因為這個是軟板加硬板 剛剛第一發的時候 軟板加硬板看起來 跟現在的狀況其實沒有差太多 是 是 剛剛純硬板看起來狀況沒有跟現在差太多 對 幾乎沒有 哇還是燙的 喔齁齁齁 動能 轉化成熱能 那個 物理學小老師 來 我不是念物理的 但是 幫我補在留言 謝謝 看起來就非常的危險 OK 你看 喔 正面是有翻滾然後進去的 喔對 好 那我們硬板 進入的地方 那沒有打穿 沒有打穿 但是 這是凹陷的狀況 幫我再翻一下entry hole 好 正面 OK 先不要動 你一直動我追不到 OK 這是entry hole 好 好 再來看軟板 欸蠻有趣的欸你看 軟板的 其實 我們分別比對一下不同的entry hole 好 這是 193 對 193 然後這個是85 85 對 這是762 全51 看得出來有 比較有差別的 對 有差別 因為它當那個 彈頭比較大所以孔比較大 看一下 但你看後面就不一樣了 193速度最快 193出來的其實是最乾淨的 嗯 然後再來這個是85 85 稍微開一點 慢一點點 這是712 它是最明顯有不穩定的 它破開的洞最大 當然也是它口徑最大 對 OK OK 好 基本上這塊板子 這盒子差不多了啦 我們已經 拿來打得完了 沒有地方可以打 可以啦大概就這裡 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再打一發 那個 762x39 762x39 來試試看好了 好 OK 我就直接打 我就套這個 你幫我展示一下正面 就是我們總共打的洞 總共打的 我們從最上面開始帶 193 這是 193 不是這個是762 喔 這個是762 沒有是193 硬的 硬的 沒有沒有沒有 對對對 這個才是762 這個是193 193 然後兩發855 193 但要軟板加硬板 好 然後 兩發855 一發 上面是 硬板 下面是 軟加硬 然後這是 762 硬板 純硬板 沒有軟板 然後這是762 軟板加硬板 軟板加硬板 OK 再看一次後面 好 看後面 最上面 這個 193 喔 然後 85 軟加硬板 對 然後 這是 855 硬板 純硬板 OK 好 這是855 純硬板 上面這個 下面這個是 855 軟加硬 855兩發都穿 好兩發都穿 好 就是最接近 解放軍 5.8口徑的這個 彈藥的表現 然後 這是 純硬板 狀況之下的 762x51 好 沒有打穿 然後這是 軟加硬的 762x51 對 當然 這個已經會有一點 不公平了啦 因為它前面已經被打很多 對 照理來說 這種材質的板子 它不能夠撐太多發 因為 對 我們已經打了1 2 3 4 5 5發 對 OK